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四淘宝 那前段时间呢,这个北京日报报道了一件这个保险理赔的诉讼案例 有一位王先生啊,原本呢是被这个保险公司拒赔了的 最后呢,他通过这个诉讼啊,成功的获得了15万的这样理赔款 那么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啊 这个王先生呢,买完了一个保险一段时间之后啊 被确诊为慢性肾脏病武器 需要长期做这个血液的透气治疗 但是不幸的是呢,在第三次做完这个血液透气治疗出现并发症之后 这位王先生啊,最终去世了 那当这个家人去这个保险公司身心理赔的时候呢 却被这个保险公司拒赔了 理由呢,就是说啊,他做这个血液透气的时间啊 太短,没有达到90天,不符合理赔条件 但是法院认为啊,病人是在治疗过程中被并发症感染 导致这个时间中断了,不足90天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完全可以达到连续透析90天的条件的 所以保险公司需要赔偿15万的这个保险金 那从这个理赔的案件中啊,咱们可以看出来啊 只要说没有明显的作为骗保啊,欺诈的行为 法院啊,一般呢,都是站在咱们消费者这一边啊,来帮咱们去争取这个保险的权益的 因为这个保险法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保险合同中有争议的条款,法院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一旦碰到了被这个保险公司拒赔了的情况,那自己确实也没犯什么错 千万别不了了之,一定要勇于用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那另外呢,这件事还告诉我们啊,这个重疾险啊,你要想获得理赔呢 是需要一段的观察期,或者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赔的 那比如说啊,上面案例中提到这个中末期的肾病 那在这个重疾险的合同里面,它的定义是要达到双肾功能慢性不可逆性的衰竭 达到尿毒症期,经诊断之后已经进行了至少90天规律性透析治疗 或者说实施了这个肾脏移植手术的,才能作为重疾来赔偿 但是啊,好在这个法律最后站在的消费者这边 所以啊,大家在买这个重疾险之前啊,最好呢,对这些赔付条件啊,能够有所了解 那么到最后,哪怕说,必须要诉诸法律来解这个问题 那自己呢,心里呢,也能有点数